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艺节目 1980年代台湾学运时代和平落幕 也触动了1990年代台湾一连串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 当年参与学运的青年精英当中 有许多踏入了政坛闯出一片天 包括这一集台湾演艺节目要介绍的黄伟哲 出身台南的黄伟哲 历任国大、县议员和四届的立法委员 到问鼎台南市长 他的政治生涯完全是基层做起 自己一路坚持的成果 这一集台湾演艺就为您介绍黄伟哲 黄伟哲的家族先祖来自泉州 是在咸丰年间迁到今日七谷大城附近 落脚扎根世代务农 我们很早以前 我大概是第七代的、第八代的 我爸爸第七代的、第八代的 那这个四居就住在台南县 那以前的台南县在七谷 从日本人来的时候 在之前清朝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所以您现在这个整个家族在台南 现在要有多少人 开支三业数百人有吧 从华公开始算的话 黄伟哲的祖父黄冰田 为了离农转业 先受了三年的实业补习学校教育 顺利任职迦南大尊组合 也就是迦南农田水利会的前身 1961年 黄冰田奉调来到嘉义水上乡的工作站 担任大哭工作站长 即使生活并不优渥 不过黄冰田深觉 要改变刻苦的现实 下一代只有靠着读书才有机会 果然长子黄辉煌也没让父母失望 高中考上嘉义第一志愿的嘉义高中 毕业还以第一名的成绩 保送台大医学系 毕业后在台北开设南光诊所职业 1963年和苏秋霞女士结婚 同年生下长子 王伟哲 70年前 如果是看他医科出来的医师 其实应该讲是满庭落实 如果遇到一些真的没有钱的人 或者说姑姑人 他还是会帮忙他 就是没说一些那个诊经 可能像是DNA吧 就是造就我们就是后续都很主动会去协助一些人事物 那也就不会说有特别的目的 或要求回馈 那加上从小包括祖父跟父亲的那种教会就是 就是常常讲是不能跟拼 就不能占人家便宜 那种就是挂在口头禅 不要跟欺负 年轻时的黄辉煌医师 也如同许多台湾解研前的知识精英一样 关注着社会发展 私下支持着党外运动 虽然闲少当面 跟孩子们谈政治 但他对民主政治的关心 也悄悄地一直在下一代孩子的心里 我爸爸是这个党外的忠实的这个 这个拥护者 但是就是不是不是台面上的 那所以说他就看党外杂志 那我们有时候 因为爸爸白天看着 晚上就可能出去找朋友干嘛 晚上我们就去去偷看他的党外杂志 就是因为那样子 我觉得其实也给我们一些启发 黄伟哲就读台北静心国小 学业表现上 又当老师的黄妈妈督促 在班上名次中上 性格则略显内向 国中时黄爸爸转往高雄行医 一家人也跟着搬到高雄凤山 黄伟哲转读前经国中 成绩普通 考上了前证高中 不过小他一岁的妹妹 隔年却考上了北一女 妹妹考得那么好 考到北一女去了 我在这边 事实上亲戚朋友不说 但是嘴巴不说心里我会有压力 后来就毅然决然 就说去重考 那还好重考成果成绩还可以 有上建中 要不然就是真的哭哭了 不想输给妹妹 黄伟哲休学苦读重考 终于如愿考上第一志愿 台北建国中学 两个大孩子都到台北念书 黄爸爸索性把五个小孩 全送到台北就学 孩子们租屋住在一起 彼此互相照顾 也培养了独立的习惯 他们是就从小养成 独立自主的一个部分 不过他们过完 妈妈还是有跟着上来 妈妈应该是有跟着上来 来照顾他们 因为我爸爸也是有受到一点日本教育 对家里的小孩子非常严格 吃饭配味他最忌讳了 就是说小孩没台语不知 吃饭配味 吃饭就好好吃饭 类似这样子 就爸爸要求家教很严格 建国中学时期的黄伟哲 在校成绩中等 不过心中叨叨念念的 还是想跟随父亲的脚步 考上台大医学系 成为医生 这当然也是父亲的期望 不过大学联考后 成绩揭晓 黄伟哲没有能如愿考上医学系 但还是激进了台大 成了农业推广系的新生 因为爸爸是医生 那他当然我希望说 我能够克少医求 克少祈求 但接他的医波 可惜我还不够努力 那针头没有拿到拿锄头 就考上台大农学院 进入台大农推系的黄伟哲 并不争出风头 虽然不是独来独往的独行侠 但班上同学普遍对他的印象 却是来无影去无踪 似乎总是忙着社团 即使对班上的活动不会缺席 但和一般的大学生 却总有那么许多的不同 我们有五年级的树梅 我们当初是用怪胎 简单来讲他就是一种 很奇妙而独特的存在 如果说用现代年轻人的说法 一个身份级的存在 因为好像他一个正年轻 青春的年少的区壳里面 好像放着一个很成熟的灵魂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就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怪胎 因为对新闻记者这一行的兴趣 黄韦哲加入了当时在台大 发行校内刊物的大学新闻社 也就是大新社 没想到这一加入 意外开启了他的学生运动初体验 他比较内向 韦哲至少在我们的互动当中 他都比较不说话 可是呢他还蛮有行动力的 在高中以前看这个党外杂志 就觉得他们写的东西 那我觉得说我也想去发现一些 发现一些社会的各样摆态 那进了台大之后 就看到就在校园里面 看到那个刊物大学新闻 那我就觉得可以啊 去接受训练 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记者 那时候就想这样子 那所以说加入 加入之后才发现说 他不是纯然一份刊物而已 他可能有一些意识形态 肩负一些要求校园改革的 要求教官退出校园 要求废除审稿制度的 要求学生会长要直选的 从社团要求废除审稿制度 到社团被迫遭台大校方关闭 再引发台大学生 争取校内言论自由的 自由之爱运动 甚至是学生们第一次举办游行 从台大校园内的地标附中 走到校门口 黄伟哲虽然不是领袖人物 却总是坚定地在幕后扮演着称职的推手角色 甚至也开始担任联络 校计学运社团间的串联工作 我从大学新闻到带领会 都是走这种事务性的工作 走内控性的 不是站在台面上拿麦克风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蛮安于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扮演 其实我在大学时代不是风头人物 不是第一线的看板人物 也不是拿麦克风的领袖人物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点对我来讲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 很事为当然 也没有什么不好 一个社会的变化 一个社会的推动 包括学运的推动 其实真正最重要的骨干 以及那个支撑的力量 就是话不多 但他很坚持 他就是站在那边 领导在那边 他支持你 他们挺在那里 是这样子的一个骨干力量 才能够让我们这一种 比较接近野兽派的 可以好好的去发挥 对班上同学们来说 当时的黄伟哲 热情似乎全在 大学新闻社的社团活动上 甚至连黄伟哲自己 也料想不到的是 这一段参与社团活动的经历 正深刻地牵引他走向 未来的政治人生 1988年 台湾解淫后的第二年 因为政府决定扩大开放 外国农产品进口的数量和种类 引起大多数农民的质疑和恐慌 结果发生了 520农民运动 在这场激烈的社会运动中 除了农民代表 还有学生也加入了声援 当时就读台大农推系的黄伟哲 就是到场声援的学生之一 他们的区域上是打着头破血流 然后这个 我想打破头破血流 我们可以走了吧 不是 第一波PD小组 从我们身上踩过去之后 接下来镇报警察 他们手上 这个都有各 没有都有那种 那个镇报的装备 还有那个 那个很重的 防止被打的那种 很厚重的那种 我们不是牵衣啦 但是就是证报装 结果证报装再推过去 盾牌把他们推开 然后后面就开始抓人 你身上马里受伤 哦 头 因为我真的 做梦都没料到会被打头 打头真的也冒进去 就人快昏倒 在那一夜的警方驱离行动中 王伟哲被打得头破血流 但也因为这场 街头抗争的经验 让黄伟哲更确定了 参与社会运动的志向 我们第二天就在台大校门口 办了一个说明会 我们希望同学们知道 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认为那时候 大部分的主流媒体的报导 是很偏差的 把农民形成是报名 把一些什么石头 栽赃 以前惯用的伎俩 只要是权重运动失控 那么警方的镇压 要建立他的正当性 然后就要把一些人丑化 那我们就说 这个不能被这个消息蒙蔽 那时候我们在校门口 在办这样的说明会的时候 韦哲就是出来现身说法 我在见到那时候 他就是很狼狈 因为整个晚上没睡好 棚头三发 然后身上好像衣服也撕破了 那好像是不是还有点受伤 看到我们这个回来了 大家都相拥痛哭 我们的同伴回来了 平安回来了 其实那时候让我感觉 印象非常深刻 就可能很难忘怀 这男生怎么会哭啊 但是在那个场合 就是哭 连黄卫哲自己都不知道的是 学生时参加了这场农民运动 其实他已经被当局盯上 直到后来传记了 母姓的弟弟苏子云 入武当兵 才知道原来哥哥黄伟哲 已经是被记录在案的抗议分子 服役下部队的第一天 就是我记得 辅导长就来找我谈话说 你是黄伟哲的弟弟哦 对啊 奇怪我姓苏他姓黄 怎么这部队会知道呢 黄伟哲是农运分子哦 那你当兵要注意一点哦 从年少热情的学生运动 到参与1988年的农民运动 黄伟哲逐渐确定了 从事社会运动的志向 台大毕业之后 他先担任国会助理 再取得美国耶鲁和哈佛的双硕士学位 回台湾之后 也曾为成唐山苏患指 辅选过台南县长选举 政坛的基层历练很扎实 从而投入了接续的国大 和县议员从政之路 在这段人生旅程中 他也认识了妻子刘玉京 顺利的共组家庭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年轻时代的黄伟哲的奋斗 老伟哲 退伍后的 黄韦哲很自然的选择 以担任国会助理 来延续他的社会改造理想 一方面学习前辈 在体制内改革的方法 另一方面也积累 自身对政治事务的敏感度 那时候觉得自己很兴奋 开玩笑 我今天写了询稿 明天这个委员拿去问部长 所以我就觉得 哇自己当国会助理 真的是好 但是那个时候 你看我们从一个学运工作者 后来投入社运 后来现在变成到庙堂之下 当国会助理 来协助委员 来问部长 然后来改变一些政策 这部分是他的过程是这样 他那时候非常的年轻 我那时候是在野党的少数的党的 资源有限的立委 第二点的印象就是 他是有热情的 他想要为他的专业付出一点贡献出来的 这是第二点 要不然他不会来到这样的一个 没有资源的地方 不过黄伟哲很快就发现 虽然自己拥有农学背景 但要投入公共事务 还需要更高的学士支持 于是他申请美国耶鲁大学的 公共卫生硕士学程 复籍出国留学 第一次出国留学 又来到了知名学府 黄伟哲难掩兴奋 励志苦学 1993年耶鲁学成回国 遇上长期关注党外事务的 父亲黄徽宝医师 打算以民进党籍 参选嘉义县长 黄伟哲身为人子 义无反顾的帮忙助选 我本来毕业回来想回国会 我再去姚家文伟人那边 当做part time 可是回来没两个月 自己的父亲要选举了 就要赶快回去 所以我就赶快回去 帮自己的爸爸选举 虽然选举的结果 不是尽如人意不好 但是就让我开始决定 要走入政坛 而且从幕后走到幕前 选的非常的激烈了 非常的投入了 而且也发挥了战力了 因此呢 斯密德先生他们又来找 这个委屈他爸爸劝他说 好 那我们就立军大战 就退选吧 那那个时候 他爸爸是一个医生 他说 我选到现在 我突然就不选 那整个社会不是说 我拿人家多少好处吗 那我不得不 那就让我选到底 附近的这一战 结果不如预期 黄卫黄医师 只拿到三千两百多票 不但连保证金都拿不回来 还因此得罪不少 民进党的支持者 不过黄卫哲的心中 却在经历这场选战后 暗自决定 回台南故乡重新出发 隔年他就回到台南 为同属民进党内 新潮流派系的牧师郑国中 参选沈议员助选 国民大会 战斗战斗战斗 1995年 民进党决定大量提名 国代候选人 并以废除国代为号召 黄卫哲也因拥有 助选经验和高学历 获得提名 就在准备参选国代的同时 黄卫哲也在朋友的聚会中 巧遇了未来的人生伴侣 盐水国小老师刘玉京 我就看到 哇 长得不错啊 然后就 惊为天人吧 你现在平淡地说 你那个印象应该是惊为天人吧 当然是觉得 觉得其实 因为他是老师 好几位 我们的政治同僚 他都是跟老师结婚的 然后就觉得说 漂亮的妹啊 那时候也不会去撩妹 把妹 但是就是把他的电话抄起来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打电话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 那打电话去邀 第一次他爸爸接的 接到电话 把他挂掉 因为不敢 你像个小男生耶 对啊 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 在大学的时候 都没有交朋友 真的 那就是学运的 也不能说学运的副作用 是我们看韩蛮啦 人家都交到女朋友 有一次他就约我出去 他就说 我可不可以跟你继续来往 他用一个很腼腆的那种 那个表情跟那个样子 生态 我说我可以 再教你就继续来奉务 对 然后我心里就觉得 这个男生果然是 非常的有礼貌这样子 很可爱啦 很可爱 隔年黄伟哲顺利当选 第三届国大代表 也和妻子刘玉京结婚 不过在台北举办婚宴当天 因为反合行动联盟 在立法院前发起反合静坐抗议 大阪宾客缺席 黄伟哲索性把餐点打包 送到立法院前 大家就在立法院门口 就办了另一场喜业 请这些同事或是党工级干部 接受他们的祝福 在那边办另一场喜业 吃了大家很开心 然后我们再回去这个饭店 这一天也让妻子刘玉京深刻地感受到 成为政治人物的另一半要面对的课题 那天他真的是很特别的新郎 然后我们一起去台北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要去静坐 然后他送我上计程车 叫我去那个某个 我已经忘记那个化妆的那个 那个婚纱店的那个名称了 他叫我去那边化妆 对 然后他就跑去静坐了 他就跑去静坐 他没有陪我化妆 然后我化完妆了以后 他就跟我讲说 叫我化完妆以后 到婚宴的现场是在哪里 然后我又自己坐着计程车 去婚宴现场跟他会合 担任国代的期间 汪伟哲和几位民进党籍的同僚 都签署了捐出薪水的约定 因此在担任国代期间 他先后购买了一部防疫车 捐给台南县政府 还有一部救护车 捐给了省力心理医院 后来我想说 就捐救护车 因为救护车 第一个 因为一部车的寿命十年好不好 可能可以十年间 上面刻着 刻着你的名字 到处大街小巷跑 也算是宣传车 又可以救人 又可以救人 再送病患 一方面满足了 这个做善事 一方面满足了 无几职 一方面又满足了 我们一点小小的政治宣传 不过现实的经济问题 还是得面对 于是黄伟哲尝试开了咖啡店 便当店 刻意选在远离自己选区的台南市中心 但终究因为不善经营而失败 怎么办 他可能会觉得他还想试试 然后我爸爸就讲了一句很简单的 他就说服我爸爸那句的那个话 很快就说服我了 假如说那个成本的控管 损失的控管是一天练的 你为什么不让他试试 这句话一直都放在我的心里 不管是便当店或者是咖啡店 1999年 黄伟哲为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陈水扁 助选有功 不过心里想的 不是胜选后的官运仕途 反倒是又踏上了国外进修之路 2000年5月 当时女儿出生不满周岁 但为了走稳政治路 黄伟哲毅然的决定 得充实自己的公共行政专长 这一次他如愿前往了美国的 另一家一流学府哈佛 攻读公共行政硕士 如果我不带薪水没有捐出去的话 也许就可以让我们在国外留学一年 太太可以留置停心 可以伴着我过去 但是因为没有这样子 所以说她就负担加 这是我一直觉得若干年后了 现在十七二十 十几年后了 我一直觉得说 对太太有点亏钱 我觉得是亏钱的地方 在哈佛求学期间 黄伟哲也号召 其他台湾学生 举办台湾猪活动 宣传台湾 还遇上国代同僚赖清德 也来到哈佛攻读 我有一次去到超级市场买东西 拎了一大堆东西 跟我太太跟我两个小孩拎了一大堆东西 一想说哇要走到住的地方好远喔 就在看这个举目无亲的状况之下 有一样车子停在我前面 结果车窗摇下来 我看到的人竟然是黄伟哲 我实在是喜出望外 后来我就非常注意 伟哲他在哈佛大学 他的种种的情形 他在哈佛大学又巧遇了 之前的行政院长唐辉 他们也参加了学校的毕业典礼 我看韦哲也很有心的 把国旗穿在他的身上 种种的这个过程 我看到他到哈佛大学的求学 是真心向学 他也花了功夫 下去做工作 然后赚取奖学金 然后也去做一个生活上面的学习 这些我都非常配合 因为公读的是 第二个硕士学位 黄伟哲在哈佛 只用了不到一年半 就完成了学业 2001年8月 黄伟哲回到了台湾 短暂地接受了 当时行政院长张俊雄的邀请 担任农委会的专门委员 不过隔年 他还是决定回到基层 从挑战现议员开始 重回政治的理想初衷 选举的战场 从故乡台南出发的黄伟哲 在国代之后 参选过一届的现议员 接着就从第六届的立委 开始连任了四届的立委 2016年的立委选举 他以高达76.47%的得票率 涌贯全台 2018年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 他也以接近42%的支持度 打败竞争对手 黄伟哲有他勤扫基层的 地毯式选战打法 加上自身的学历优势 以及在国会监督单位中 立委评鉴里面 他屡屡获得优秀立委的肯定 让他在迈向百里侯的路途上 显得从容 2002年 黄伟哲以新人黑马之姿 参选第15届台南县议员 顺利当选 当时选区里还有一位 同属新潮流派系的选将林依景 也要寻求连任 同一个政治团队 要跟一个议员 选与区当座做的选 随时尚那时 全台湾应该只有我们两个 这样而已 但是当然是 当然我就知道 他如果来算 我会调整得很大 但是总是 他有他的人性的选顿 我是一个要认识的人 我也要有必须 要有北斗 扩展这个英雄的版图 这两位同阵营的选将 互相较劲可不止这一次 两年后2004年的立委选举 提名前的初选 又出现了同事操歌的状况 只不过这一次派系决定 气黄挺林 也让后来初选胜出的黄伟哲 等同离开了派系 那个时候经过还蛮激烈的讨论 然后后来是选择了我 决定要推我 所以当韦哲他去县党部登记 立委初选的时候 也等于他离开了团体 因为他就没有遵守团体的这个决定 团体是决定是我而不是他 当然他第一届也是顺利这样当选 不过在同样的那个时间点 他就离开了新潮流 因为在初选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内部的竞争的关系 如果套现在的说法的话 是被分手 决定要继续跟黄伟哲专念起起 黄伟哲 2007年 在竞选第七届立委期间 力挺蓝营的名嘴妹妹黄智贤 成了黄伟哲 在这场选举中 最大的挑战之一 对25,000人 今天班长妹妹一起来讲一下 我觉得 我们很感想不好 我们的共识是 彼此尊重 就是我们两兄弟就是两个 完全戒然的困难的个体 支持着赋满黄志贤 在媒体上攻击绿营的炮火猛烈 对手阵营 严肋的操作 手足间政治理念迥异的矛盾 这让一向 没必在媒体前曝光的黄妈妈 也因为固子心切 镇上台前替黄伟哲教区 因为你的商人 让你少收到 家人大的压力 家人做的 无情的导致 但是 魏贼 你不要变得 你爱人的名 就是用开玩笑的方法 去 虚人互相 就是调侃 你就是这样笑一笑就过去了 怎么会说 有那种特别的 会要去区隔彼此 就像我们说的就是 亲人是不能选择的 天生生下来就是亲人 虽然在初选民调中 惊险过关并当选 不过接下来第八届 第九届 王伟哲的立委角色 扮演的越来越德行应手 你觉得这个态度太轻调 他形容这个日本 这个这个辐射城 飘到台湾的时候 那个的确隐喻不恰难 隐喻失忆嘛 如果将来陈玉玲来的话 我们的国旗跟孙文 孙一仙的这个国父的相 会回避吗 原来有 你刚刚讲说无正当理由 他弄个情形说 我决定心情不好 什么叫正当理由 我们现在容许的标准里面 还有B的 B的是很可能会自种 C级的是可能会自种 能够农委会能够禁用 那些B级的 甚至C级的 这些部分逐步减少使用 你愿不愿意做成功 从第七届立委的 第二个会期开始 到第九届的第三会期 在公都盟的立委评鉴中 连续拿下17次 第一名或是优秀立委的肯定 创下纪录 能得到共督盟的优秀立委 大体上来说 等于是要面面俱到十项权能 那欢委员的确在这些基准里面 在每一次的表现 大概都中规中矩 那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不讳言 立法院毕竟在台北 对一个所谓的区域立委 那特别是在南部的立委 他可以这样子 在很多的出缺席的部分 就是出席的部分 执行的部分都保持全情 在许多的会期都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他应该还是有兼顾在立法院 还有地方区域服务的角色 委员会的第一名 那黄委员是我们在第七届 整个八个会期 他在立法院的时间 没错他是比较少跟其他立委往来 他都每一天 他就能看到很多资料 看到很多保证 他会拆暗笔 在那位重点做记者 每一天都为到台湾的公共 政策在那里数寇 在新闻上 政闻上 要怎么来替民政策 要怎么替台湾人来出生 来 会方行官方 来 加征国是吗 有啊 有啊 来来来来 谢谢 谢谢哦 拜托哦 拜托哦 小英哦 小英哦 有 尉算黄伟哲哦 至于在地方上的经营 黄伟哲则以他的皇室战法 炮片灰桑喜庆场合 密集地接触选民 让选民们印象深刻和著称 来 妹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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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经营方式是属于那种无装甲人性的方式 那直接接触选民 有点类似直销的方式 然后所以他不断地进行跑团 维持最大量的方式来接触选民 所以只要他有空的话 就我的理解 他除了中央问证 要维持一定的品质之外 在电视媒体的曝光 要维持一定的声量之外 他在地方的跑团 其实是密 其他人都还要来一起 可是刚刚陈总干事有讲 对 刚刚开始改善的劳动感觉 而黄伟哲大量地在政论媒体上曝光 一方面展现为政党的政策辩护的形象 另一方面也打响了个人的知名度 所谓蓝营的这种政论节目 那是最险恶的环境 党通常是在拜托 看有没有要去 人家都不去 而他却是自己愿意在那边接受挑战 甚至有的时候还要接受挫折 然后他还可以在那边把我们 我们的想法能够在那边表达出来 对对对 想一下 想一下 王伟哲 动事 216年立法委员选举 黄伟哲以76.47%的得票率 146,414票 压倒性的票数 第三度连任立法委员 得票率是全台立委候选人中最高的 也是当届选举 台湾本岛第一个自行宣布当选的候选人 声势如日中天 也因此成了接班市长赖琴德的热门人选之一 各种剑靶亦随之划出 但竟只能抓些无伤大雅的小辫子 攻击 谣言 黑寒 满天飞 这是我们台南的风气吗 自己买咖啡喝 有错吗 勤俭有错吗 就连黄伟哲一向勤俭的性格 从平常的习物到待人处事的习惯都难免总会被对手刻意拟曲 出国我们去科早的时候 我就看到防卫者说 你怎么都带很多台湾的泡米来吃 他如果出国是在饭吃 他就没在家里 他就带很多菜在那里看 吃饭就吃泡米 我说不要这样啦 我请你啦 我们等着出去吃饭啦 出国来科早 不要在家里吃泡米啦 你看他很认真喔 他出国晚上 他也没在家里抵抖 他就带很多资料 很多菜 你饭店在那里看 连处理吃饭 他也没处理吃饭 就吃泡米啦 你看他很欠 你想说 怎么会很欠 但是你如果了解他 那时候的用心 你会觉得他很感动 台湾未来共同胜参业 台湾未来共同胜参业 市长初选过程中 黄伟哲因为呼声高 几乎成了同党竞争 对手的共同目标 再加上台南市 在几届民进党级市长的耕耘下 早被外界视为是民进党的卧土 在这一场党内初选的胜出 意义重大 最后黄伟哲 以近42%的民调支持度 大胜其他五位初选参选人 赢得党内的市长提名 举重若轻 试人试用 我觉得非常重要 所以你问我要给我这个什么意见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的热情 你的使命感 你对城市的想象 你对于人的理解 你对于人民的基层的声音 的不可傲慢 你一定要非常清楚的 谦卑的 不是说选举的时候 人民才最大 选完以后 你要真的如何 四民如亲 那真的是要怎么样子 就是把它当作 就是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但是这个概念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要给伟哲的意见 那我相信他会做得很好 在这场市长初选的竞争中 黄伟哲也一反过去孤鸟的形象 不但积极和各选区的 市议员候选人结合 竞选谈对里也纳编了不少朋友 在台湾每一场选举都非常辛苦 除了本身要提出政见 而且要夺得市民的支持以外 还要去沉浸各界不同的误解 甚至谣言 黄伟哲他有办法在台湾市 众多选将当中脱颖而出 得到市民的支持 这是他今年累月累积下来的结果 没有任何一个团体 有办法帮助他 讲得更明白一点 以他得到选民支持的比例 其实他也跨越了各种团体 所以这个也是韦哲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 四任立委任内 黄伟哲在立法院直询发言超过2700次 法律提案超过400件 完成近200条法案立法 为地方治水争取超过8亿金费 未来他还将更加关注 县市合并后的大台南 城乡发展问题 决策我一定要很快 尤其偏乡的发展 这个部分是我一定要加强的 很多原台南县的地方 民政会有那种疏离感 失落感 因为以前我在台南县的时候 我的县政府所在在西营 现在我在台南市了 我成为大台南市了 我的市政府所在地 是在原来旧台南市区 虽然西营还保留着 但是总感觉疏离了 或是失落 有感觉到这个被边缘化 这个部分我觉得 其实要更加强 让原来台南县的县民 他是心有所感 我觉得政治是他的血液 身体的血液 他并没有对于说 早起晚归 然后整天在外面奔波 回来跟我喊过累 没有喊过累 大学时期的学运启蒙 社会运动的历练滋养 再加上二十年的明代经验累积 黄伟哲的下一步 很自然的朝向 不成百里喉迈进 即使身处在 民进党过度的台南市 黄伟哲要怎么开创出 另一片风雨 众人都在阴盘住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